鱼兔蝴蝶蓝 这一颗就是橙黄色的花 鱼兔蝴蝶蓝的花瓣非常的洁白 上面两个花瓣就像兔子的耳朵 所以它称为鱼兔蝴蝶蓝 这颗蓝花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花唇是可以动的 风吹过来的时候它的花唇就会随风摆动 非常的有趣 它的花期是从冬天到春天开花 花期不算长 大概有15天左右 花是有香味的 不算很浓郁 隐隐约约的都可以闻到它非常清香的味道 鱼兔蝴蝶蓝是非常小巧可爱 有迷人香气 落叶型的蝴蝶蓝的原生种 或者你会很奇怪 蝴蝶蓝也会落叶吗 没错了 这颗玉兔蝴蝶蓝就是冬天有落叶的现象 到了隔年春天叶子就再会长出来 这颗兰花我是用水苔种在玻璃瓶子里面 我用玻璃杯来种植这颗兰花是因为它对湿度的要求比较高 夏天它对湿度的要求要达到80% 冬天的湿度最少也要60% 用玻璃杯子来种植就能最好地保持它的湿度 用玻璃杯来种植怎么样保持里面的通风环境是良好的呢 首先我在杯子底下面是用了桃栗木炭珍珠原 都是比较大块的植料 而水苔的分量也非常的少 只是很蓬松的在根的中央 水苔的用量不需要很多 也不需要把整一个杯子都塞得非常严实的 只要里面是保持了湿润 根部一直都是保持湿的也就可以了 里面的空间也是非常的大 玻璃杯也是一个非常小的杯子 这个就是它的名签 我有很多网友是在台湾的 他们希望我在分享兰花的时候能分享是哪一个兰场的兰花 这样就比较容易找到他们喜欢的兰花 玉兔蝴蝶兰对温度的要求不算很高 夏天最高的温度它可以燃烧到30-44度 冬天的温度可以最低在10-44度左右 对光线的要求也就是平常原生种蝴蝶兰对光线的要求一样 明亮的闪光就足够它对光线的要求 这一颗玉兔蝴蝶兰的花非常的娇小 非常的洁白 如果喜欢收藏比较娇小的原生种蝴蝶兰的话呢 这一颗玉兔蝴蝶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拜拜